西汉有位保障男孩 他的墓堪称最豪汉墓 从他的墓里出土了十多吨的钱 三 两百多斤黄金 还有珍贵文物无数 他就是当了二十七天皇帝就被废了的汉废帝 刘鹤 烦恼啊 穷的就只剩钱了 哎呀 我好讨厌我自己 这么有钱 刘鹤的来头可不小 他的奶奶可是汉武帝的宠妃李夫人 李夫人长得清革清晨 让五十多岁的汉武帝重获新生活泼乱跳 年轻真好 但是万万没想到 半只脚踏进观察的汉武帝活泼乱跳 年纪轻轻漂亮的老婆李夫人反倒病重 啊我的快乐没了 啊 为了能在汉武帝心中永保美丽容颜 病重的李夫人也是很拼的 夫人我能看看你吗 不要不要不要我不要 听话就看一眼 不听不听我不听 哎 不让你看见我的病容 我不就永保美丽了吗 你 好有道理 我进无言以对 不久之后李夫人真的永保美严了 他病重挂掉了 他也真成了汉武帝心中永远好看 念念不忘的白月光了 托奶奶李夫人的福 刘鹤那时是有地位又有钱的 除了皇位 我啥都有了 很快刘鹤还真等来了机会 刘鹤的叔叔汉兆帝刘复林挂了 而且吧 由于被辅政大将军霍光管太紧 刘复林还没来得及生娃就先走了 哎 这跟我没关系啊 这下就有个难题了 谁来当皇帝呢 霍光在汉武帝的子孙里一巴了 哎 有结果了 刘鹤就他了 为什么会是刘鹤呢 嘿嘿 因为软狮子比较好捏呀 但霍光没想到的是 这个软狮子将会是他的噩梦 得到消息后 刘鹤立马踏上了去任挂家的皇帝 刘复林当爹继承皇位的路上 这一路他可没闲着 没事还逗逗鸡 来给爷打个名 啊 你的念初 抽时间还随机找找漂亮妹子 咦 有病吧 吓死我了 就这样欢天喜地的到了长安 这下该哭伤的时候了吧 我哭不出来 这也太敷衍了嘛 好不容易把皇位继承了 刘鹤就马不停蹄的开始杀花了 他在刘复林林拳唱歌咒乐搞团剑 开着皇帝的专车去打老虎 咦 他还跑到汉兆帝刘复林的后宫开party 姐妹们我来啦 这一套焚头蹦迪的组合拳 直接把老江湖霍光给整懵了 这货哪是软柿子啊 明明就是成了金的哈士奇啊 要拆家 赶紧废了他 赶紧废了他 刘鹤万万没想到 只当那27天皇帝就这样直接被撸下来了 俗话说的好 得瑟招招了一踢 由于刘鹤出了名的得色 这让他的继续者汉寻帝刘夷也很忌惮他 派人监视他好几年 直到监视刘鹤的人都认为他是个二傻子之后 汉寻帝刘夷才放心的封刘鹤为海红猴 放松了对他的警惕 咦 啊哈哈哈哈 封猴四点后 33岁穷的只剩下钱的刘鹤挂掉了 注射到他的豪华大墓里